大家好,欢迎继续来到这个《芒向快报》的时间 今天是2020年6月19日星期五的下周时间 我这里是阳光普照 有我许刘先生,现在是啫喱 还有西瓜仔,澳洲西瓜,珍B思 你好,大家好,珍珍你好,我是西瓜,靠了大鞭 靠了大鞭,不要紧,跟芒果一起吃都是相当匹配的味道 还有很健康的青瓜仔,柳西蘭,以德塔仰 大鞭 记住赞我们的影片,最重要是订阅《芒向片》一部YouTube频道 《正向报》和《浪费冷气》三个YouTube频道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点赞 还有刚刚入线的马来西亚大马sir,马来近 他可能有事在做,不要紧,我们继续了 要和大家聊聊天 明天就是一个大日子 就是什么呢?我都觉得大家看到这个啫喱就知道了 这件事是什么?好笑到震,看到啫喱都震 为什么呢?就是他们搞了一个小鹤鸡的公投 又说明天,之前加藤生都做过一节 就说天都不帮他们,是不是? 这个踢球才来下雨,他们变成公投才来打风 是不是天都不喜欢我们呢?是不是? 希望在明天嘛 他们很劲,罢工才来放假,放假才来罢工 这些事情就爆笑了 为什么呢?说天都什么?希望在明天嘛 他自己呢,无限自己推了他们那个公投的日子 那个假公投的日子 定了这个叫6月20号 就是过瘾在什么呢? 我看到他的文宣 还有开一些记者招待会 真的很好笑 我其实一开始听到他就说 如果有6万人投票的话 实际投票的形式那些 我都不是很想花时间去理会他的 他就说这个什么,乱俠镇先 目标最少要有6万人参与这个公投 并且得到这个6成票数 表示支持罢工的话 他们接下来会搞什么大三霸 昨天就开了一个记者的 大三霸都不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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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很好笑啊 什么6万人投票 然后又说什么门槛 我想想 为什么这6万人投了票之后 就代表了全香港 接下来有一天要大三霸 你凭什么 这6万票是什么来的? 这么厉害? 你那些小圈子,选举,选特首 那这6万人有什么 这么有认受性? 你那些什么工会这么厉害? 我不明白 那这6万人有什么这么夸张? 每一个人是一千个人选出来 可能他这么说 他公会而已 自己组织 他这个公会还好笑 他说到时候 你去到那个投票集 他去投票 公会名义也好 不知什么 公投也好 他说你去即场再登记 加上公会 这个是否好笑? 即场 即场再加上公会 这样 水交会费 现在香港我看过 大概748万人 2、3万人左右上落 你6万人代表748万人 748万人说要大300 你可能嬰儿也会影响到 你大300 你家人收入少了 什么都好 都会有影响 你什么的代表性 然后开了记者会出来 自嗨 他的自嗨很过瘾 他说 反应相当热烈 说自己在这里 然后又说 他说 大家听着 在喝水 那句 在喝水就不要喝 在吃东西都要停一停 我真的怕你笑到喷烦 又说 这个 就着这个 港区国安法 很多工会 有向他们表达了 他们的意向 哇 厉害了 再有7个工会 加入他们的阵线 其实之前 都做过一节 讲一些工会 发觉 有工会 有地址 但原来没有人 原来地址里面 有很多个工会 在里面 7个人 每人做一个工会 就当是 好像有几个人 纽定就可以组成一个工会 他说 厉害了 有超过30个工会参与 那些幽灵工会 是不是 还有重量级的工会加盟 嚇死你了 职工盟 他们一定会加入 职工盟反对 真的很好笑 职工盟参与 真的很好笑 有什么值得高兴 职工盟 职工盟 你却忍 跟你当坦克 他说 落高的那些 是 有些纸那些 有没有见过 那些纸 可以接到立体出来 跟着这个叫公关 班级全信业总工会主席 謝小姐就说 听着了 目前有30个工会的成员 加上多少人 1万4千人 多厉害 距离6万人的目标 就卖进一大步 神经病 你无端端自己 那个数字也是你定的 即6万票这个目标 是你自己定的 是吗 工会那些 又是你们自己人 自己去什么申请 自己去搞的 自己登记 对 你自己登记自己搞的 跟着你自己登记完 定个人数出来 但是 却知道你什么标 你自己定的目标 你自己 不会难到自己也跨越不了 你自己都跨越不 你可再定少一点 是吧 即是你 即是你 全部都是你自己设定的 是吧 接着达了 哇 真的很开心 拍了一张 做什么 香港人从来没有令我们失望过 你神经病 自创一件事出来 接着又什么 什么时候达标 说到自己好像很艰辛 那些 又等等 还说 听着 他说 不好意思 全港狗 全港狗 我们会设有很多个票站 星期六 朝十 晚班 会有工会的员工 可以给学生投票 二十三个票站里面 有十个可以给大家 即场加入工会 五个呢 有五个票站 可以给中学生去公投 另外 有十三个议员办事处 他也将会在公投日里面开放给大家的电子投票站 他说得很厉害 他说到自己好像很多人涌着要去投票 他说会安排五十个人分开一对牌 还会派斗策维持秩序 哇 你没有那么夸 现在那个限制令都改了 五十一对 即是你想着怎么办 你门口有几百人在排队投票 是吗 烦一点 是啊 也很难 接着我们可以再说一下 有些工会都可以说一下 挺过瘾的 最新加入他们的公投的工会 刚才你所说 多了七个 那么大把 二十三个变成三十个 新加入的七个工会 包括什么 包括什么 包括香港社会工作者总工会 就是肖交俊那个派系 然后一传媒工会 一听你就知道王道爆 一传媒好像不是剩下很多员工 对啊 马力更突破盲腸 应该这个工会要改名 一传媒没有音功工会 没有音功会 全部外判了 没有音功 对啊 照他们自己自顾 对吧 接着这个就有趣一点 H&M的香港员工工会 H&M加入这个 这个 这个 自己投票 接着又叫自己不要上班 那些 你们自己打不上班 是不是 他放监就可以有膽不上班 自己睡工自己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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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睡工 不是香港自己睡工自己 有什么记不记得 以前不是 不让人上车 上地铁那些 最怕就是这样 放一些东西去火车柜 对啊 自己睡工人家霸 哈哈 他到时候推些 推些 顾客出去 是不是 就是上班 但是推些 不要又来买东西 大衣服回家 买衣服 不是大衣服 买衣服 去了 买衣服 去H&M买衣服 买衣服 买衣服 接着又说 希望 这些工会 其实当日会继续招收会员 其实H&M那些员工 有没有看到Sara那个 就是买衣服 Sara那个客户 结果 收了很多新店 好像 是呀很大件事 是呀 你没有想着 Sara接了他们 就多些生意 还是怎么样 如果你这样 你自己 自尋屎路 是不是厕所点灯 马来甘有没有听过 我怕你听过 真必思呢 搞什么 厕所点灯 没有 从来没听过 哦 这样 你去 厕所点灯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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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可能要自己想想 哈哈哈 你在厕所里做 你试一下关灯 那你在厕所里做完一些 爆破工程之后呢 你就点着一盏灯 就会找到你要找的东西 那我们先说 是怎么着屎 找什么 好了 明白了吧 好了 OK 我怕有些帮人说 哦 原来你先不要吃东西 就是这样的 接着就说 这个 什么鬼 传讯 什么鬼公会 那个姐姐仔 就出来说了这件事之后 他说了 说得很厉害了 这个公投门栏 如果有六成人赞成 参与的公会 有八成的公会通过 就会发起这个联合行动 哇 就是那些数字呢 乱了大龙 有什么六万人 有六成 有八成 八成不通过 接着有什么 最少一万个学生投票 那才赞成达到六成 喂 你这是什么来的 复杂到这样 你怎么传信啊 你传给我听 我就传给大家听 听听都听不明白 就是你霸就霸 不霸就不霸 就算霸了 这帮人真的 接着就 到时呢 看见 他说 星期六投票之后 有人送完结果之后 才再决定下一步的行动 那就是大不大三霸的 还要 投票了你还要决定 是啊 接着他说 接着呢 封定自己后路了 如果票数不足以发动罢工 也都会考虑有其他的工业行动可以做 有什么工业行动 你猜有什么工业行动 做半工 就是半天就自己走了 ok 如果是 我想到工业行动ok 一传媒 停止造谣 霸造谣 行不行 整份报纸不用出 是吧 他自己说的 你说自己 一传媒工会说要参加大三霸 到时就算够不够票 你就照霸 无限期霸 迫使政府 你说要大三霸 一传媒ok 不如无限期霸 霸正X弟 他们 哈哈哈 一传媒 一传媒他怎么会霸 他是不会参与这些东西的 是吧 因为他们就要做这个宣传 他们是不会做的 始终都是 因为为什么 没错 以德台有这个认为 是相当之合理的 因为那时候他老板 想着 什么叫做 叫人货金 不知想什么方式 他货金还是怎么样 很明显这件事 已经是 收了期了 好一件事 货金 我记得了 你多些人货金 那是不是要炒多些人 你们到时不用罢工 他已经炒了你了 是不是 你们不要傻 你们自己 那时候 他们那个肥仔 肥仔 肥仔 那些东西 炒人 那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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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的罢工又说可以 那你们这些人 是不是 那我们几个主持 那大家看一下 明天的罢 他们所谓的 叫做公投 那会怎样呢 很冷淡 没人知道 他们做什么 单身 没关系 高高挂起就可以了 那钱箱 哦 最重要是那钱箱 哈哈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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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他是个挡什么挡 你会挡住那些潜伤 被人 会有人说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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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不会啊 当然不会啦 推你去 会不会有人跪啊 哈哈 应该是 那些人很喜欢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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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他很喜欢连连的 春秋意就是戴头巾 哈哈哈 戴头巾 这个不行啊 戴耳 就是那些 有些血质 是 哈哈哈 最简单是他 他都抬过棺材 哇 有时候 拍他的照片 哇 肚腩大到 躺下躺下躺下 就是躺下 就是躺下人 当然不是啦 就是拿来烧都烧了几天那些 那些那些 那时候 只要有个故事 就是说贪官的 这个就有机会再和大家讲一下 这些故事啦 那 政府那方面 都有讲过的了 就是公务员那方面 就没理由去去参加一个这样的 叫做公投的哦 还是怎样的哦 所以 大家一定要小心 我们都 其实要拭目以待啦 明天呢 接着我看到一些 那些报道呢 其实很混乱的 有些说要八成 有些说六成 接着又不知道什么 多少成 那些 是吧 接着我们讲回 中学生的行动筹备平台呢 那个鄭家朗呢 他说什么 要一万个学生去投票 又是怎样的 这个就 希望那些家长呢 都可以和自己的子女说声 到时候 不要有什么 就是那些网上 随便报个课程 啊 我是学生 然后 报个什么咖啡师 三个课程 我也是学生 哦 那也是哦 所以那些家长 都要趁着这个时间 告诉他们 这个公投 是一点都不公开 不透明 不公平 他们自己为了公投 嘛 是吧 最后 没有人关注 我认为就是 但是自己呢 那些黄圈里面呢 就会很high 哇 你看几多人排队投票 每个都很热心啊 那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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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呢 我就觉得这一堂东西呢 你工会搞 又是工会搞好 但是你拖学生下水 我就觉得不好 就是叫那些学生去白科 就是大家其实 应该有没有好好珍惜过呢 我看到那些网友摆出来 就说那些小孩呢 有得再回学 都已经很开心的 是啊 我其实都很希望那些小朋友呢 就不 很希望他们 以后呢 各个学校的方面 那个 教育局的方面呢 就出一些好一些的 教育的材料 甚至乎 香港 这一年 他们经常很流行说些什么 612 721 831 那些呢 其实可以拿出来说的 那其实 就是 就是 那可以直接拿他们的 那些什么诉求呢 逐条逐条出来呢 慢慢 解释 解释回去 究竟为什么不行 就是法律 那方面究竟是怎么样 就是 什么叫言论自由 还是怎么样 都应该要 去 就是不可以濫用 或者怎么样去 保障回其他人 就是等于这样 有些人可能在车里 很大声说话的 那其实他有说话的自由 是不是 那我没有自由的 但是有人 人家也不想听你说这些 那些不拉的自由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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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就是这样侵犯人 那些坏 就是不觉得 他不觉得自己错 是啊 就是 走去什么 倒路 就是倒路那些 就很离谱了 是吧 是吧 你倒路之后 我搬开就要被你打 是吧 是吧 这个才是最离谱的 这一点 就是跟我说 争取民主 但是 你可以倒路 但是为什么你不让我用 我用条路 也有自由 是不是 就要被你打我劲 是啊 是 是啊 那这些 真的 哎 我也不得而知 接着他们有说起 他们有客戶的学生 客戶的学生是什么呢 客戶的学生是什么呢 如果你想想他们 要客戶的学生呢 大家想不想说 客戶的学生 我想不会 Halloween 找一下盛志民出来吧 那又不会 那 yr 郑家朗 整个20岁的人 剪过那些平头 白扮 神真 看到 habitual 他还在说什么呢 他说那些学生,一万个学生表示支持的话,一万个学生就拿到一万个学生的投票 如果有6000票的话就会发起罢课的了 6000个学生就可以代表了全港的学校去罢课,同意了罢课这件事,也是很好笑的 他说反映什么呢?反映学生担心人口失去表达政见的自由,甚至有人进入校园执法 如果有学生那么担心表达政见的自由,事实上没有这回事,只是他说出来 对啊,你那些什么民主场,都是贴上什么的,政见的自由 你可以表达政见的,但你不能写诅咒的人,你说香港独立,那当然不行 读什么立,学校就可以私立,香港就不用独立的 有人进入校园执法 这个是校园执法我觉得,如果校园里面有犯法的事情,有罪案 那是不是不可以去执法先? 对啊,没错了 现在又不是校园执法,只是执法而已 校园执法也可以,如果警察转向做老师 你应该知道台湾的学校有教官的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这个其实我不太理 我讲一下,这个题我讲一下很可笑 你说有警察进入校园执法,刚才台湾说得对 是正常的,如果有人不幸,跌下来一定是怎么 那一定有警察进来看看究竟发生什么事 或者学校里面有偷窃案,都可以叫这个报警 是不是? 我讲一下 警察来到门口,有些老师说 不行,这个校园地方不准进入 对啊,学校独立吗? 学校独立 不可能的 我讲一下以前,这一截到尾 我讲一下一些有趣的事情,好吗?以前 为什么呢? 我真的试过在学校有警察来执法 原因也很好笑的 不是我们,都是我们 可能消息的时候,听到有 听到B步B步那些电单车 骑警的电单车的声音 接着在我们校园门口 不知道响着B步B步B步那里很吵 我们在课室聊天 有同学隔了头出去,跟警察说 别这么吵啦,有胆子进来 然后警察在那里叫,进来 后来警察就看上来 有同学在那里说,举宗旨 警察见到,他真的进来了 马上进来,为什么有这样的人 他就进来 那我打压吗? 他就说打压学校 打压学生还是怎么进来 他就没说执不执法 或者什么 可能说有学生 这样向着警察来举宗旨 还是怎么样 那就不行的 很简单的,是不是? 一定有的 因为之前有一件事 就是一班学生在操场那里 唱他们的国歌 是,袁榮邦 道员那位,道员那位,姓梁那位先生 有老师就处理不了这些问题 他就可能担心以后会 遇到这样的情况,会报警处理 嗯,这样 哦,那你听学sir的劝道那些 就是愤怒 你愤怒,主任愤怒 你不听劝道的 那你就要 那你影响到学校 或者可能有机会发生危险 那就要叫警察来的,是不是? 要看,就是看因为什么事 对了 对了 我以前学校都试过 有一件事很有趣的 有个学校里面 发生过书包的失事事件 整个书包 不是有个学生不见书包 可能里面有这样各样的 所以 后来学校都找不到,就决定要报警 有警察来看发生什么事 是不是? 就是说,哦,没理由书包突然间不见了 那之后,知道书包会不见了吗? 可以成功运出了学校的书包 就是,有个同学 对了,有个同学 就将另一个不见书包的同学的书包 放到自己的书包里面 书包里面藏着书包 可以带来到学校 就是你很难想到 警察来到的时候 他不会不见了书包 他不会搜书包来找书包 所以逻辑上 为什么成功运出了学校呢? 就是这样 好了,我们这次时间也讲了一些 有讲了有趣的 有讲了什么大衫 有些小爆嘴的大衫包 希望明天我们见到什么情况 我们继续为大家做这个《望向快报》 今次超大事 多谢大家,拜拜 拜拜